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我們歡迎讓我的直播青 郭志明獎金 您好 很開心 這邊也要介紹 小賴 我是小賴 小賴老師 瓜哥...我今天有一個喜訊 喜訊 喜訊 不是... 我出... 對啊 是耶 沒有 我出的是專輯 是... 第幾張 第七張小孩 你出到幾年 今年才幾歲就出了七張專輯 免年一張耶 有錢也不能這樣花吧 對 沒有... 而且我們現在看見是會覺得 這個開場舞 跳得有點久了 有點久 其實你的建議我們是可以吸收的 是啊 因為沒有... 因為開場舞 大家也沒有時間去編排 來的人馬上就要會有沒有 對啊 那剛好 所以唱這個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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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既然說你專長是武道 反正不用介紹你們 那你就... 那你就說你專長 我的專長是跳舞跟唱歌 那當然因為 也說到你們的開場舞的部分 是不是 講到舞蹈啊 有幫你們重新編了一下 對 等一下 你編得好 我們再來介紹這張 可以喔 很簡單 非常好學 好不好 這是剝頭髮嘛 因為感覺就是 糟了糟了那種感覺 對 糟了糟了 因為益智節目充滿疑問 為什麼要這樣 疑問... 對 疑問... 這剝頭髮有沒有 兩個 試拍 一 二 三 四 對 然後就看到鬼的感覺 然後就這樣 這樣 鬼會嗎 鬼是一個 那是一個鬼皮膚就對了 對 鬼 然後又再一次奇怪 怎麼答案出來 還沒有出來 對 對 我知道了 來了... 對... 對... 然後接下來就選擇 答案來之後 可是好像又... 又好像不對 不確定性的時候 問一下師父好了 就這樣 關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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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校 一定要請師校 師校很重要 對 一 二 三 然後他應該要再蓋一下 又畫個符啊 一 二 三 四 然後鬼畫 答案就出來了 然後錢是錢 可以啊 你這個 你要對你舞蹈基礎的 跳是沒問題 你叫那種 來... 好 跳一下 第一集啦 第一集啦 第一集 GO GO 來了... 這一次跟瓜葡 好 厲害 來啦... 連你都可以的時候 那我們大家整體來 好... 大家一起來... 歡迎音樂 GO 來了... 來了... 跟瓜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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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青山姐的一片哥的舞吧 你怎麼... 好厲害喔 對 你的歌怎麼有需要看到鬼啊 因為我這次的主打歌呢 叫做... 可以講什麼 講... 那個... 那個... 但誰知道這次張文綺啊 什麼 看不出來 怎麼會啊 明明就沒什麼啦 現在修一片修得兇嘛 對... 也比本人好看嘛 對 本來比較好看嘛 照片很重要啊 對 很重要 現在的專題拍照技術好 對 買開...打開張文章 買錯了 對... 大概常常拿身分證照片 看會笑死啊 這先是瑪劉哥 瑪劉哥 瑪劉哥 可是以前好看耶 有什麼 年輕百人... 那也是因為一次車禍 真的 那個是因為瘦啦 而且大概差不多是 十七八年前 十七八年前 年輕的時候 這張我們要看女生的 你看蘿莉塔 你看一看 那是女生 那是女生 她那個右邊是忘了帶鑰匙 不是 右邊是以前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去夜店 就會覺得要穿那個 最...最好滑的衣服 對 最辣的衣服 然後因為夜店又很暗 就沒辦法拍照 我們就會去樓梯街拍 最好拍辣的衣服 不會啦... 你看 我跟妳說 以前非常流行 那個棒棒糖男孩 然後每個人呢 瀏海一定要到眼睛這邊 然後頭髮一定要比誰最爆 越爆就越死傷 可是沒有不好看啊 你們這個照片真的很好看啊 我你要看我國中的畢業照嗎 你不要可能落差太遠了 你都沒有 我自己國中的 這是你哥的 我覺得你也想的 對啊 準備好了 我來看六姐 準備好了 一二二三 這個太晚了 你講不要吃蟲 太晚了 沒有地圖啊 對這個照片才有落差 你們剛剛哪有落差啊 對不對 現在漂亮都那麼好 這是兩用其他現在 真的 第一名 兩用其他現在 對 兩用其他 還要這樣 只要去擠耶 帥 帥 那你現在這樣長得很普通耶 那你這樣很帥 這剛剛好沒帥 而且他有點禍 對 姐姐要挑染 對 妳要挑染 很像日本有沒有 就是愛玩那些混混的 對 她派 對 她派 對 她派給她 她想流行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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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她那時候很流行 穿砰砰拳還束一個腰帶 唱追追追 那時候你跟我講一句話說 你是不是來錯地方 你應該要去悠悠台才對 對 還年輕 那時候很小嘛 你看 十七歲吧 是 那個我製作單位說 這個小女孩呢 也滿足東西 滿感的 那不錯啊 張溫馨這幾年也緊張了 沒有講到會唱耶 沒有講到會跳 不錯... 很棒 會不會很可愛啊 會不會才是個小孩子 以前就很可愛耶 因為跟阿嬤你知道 阿嬤都帶我到時候比賽 然後一定要頭髮 一定要梳成這樣 那是鳳眼 你知道嗎 很緊 就像沒有青少的哥哥 沒有啦 沒有啦 驗世 她的變化不會太大啦 因為她現在還是小孩子 對 剛剛有比較 稍微有落差的是不是 對... 你第一名啊 第一名啊 第一名啊 第一名 我們一定遇到走上來 對... 好 既然今天來了 我們先請我們的歡樂解圖王 這個要提那個包圍萬象 包括人物 包括品牌 是 包括一些現在新婚事件也好 所以第一棒當然是子儀啦 子儀啦 先得分啦 你站在那裡是 賴慧如是年紀幾 送分... 賴慧如最多只能答一聲 因為總共只有五個選項 好 來 一大題是二十萬 我們九十秒喔 好緊張喔 沒有比賽 不能講話喔 預備 好 請出題 請說出來 五下百貨公司 子儀 我... 把最簡單的交給我們 最簡單的交給你們 對... 那我先答第四個好不好 好... 等一下... 我先答第四個 答第三個還一疊嗎 不是 不是啦 對啊 不是 我只問一個啦 我只問一個啦 第四個 圓百 來 第四個太收穫 恭喜可樂 第四個太收穫 我跟你講 除了百貨公司 全部都講 你就跟著唸吧 白石可樂 除了百貨公司 那個... 那個... 統領說 要講一個... 你剛剛有講一個 你剛剛有講一個 對... 西瓜三月 很近... 另外一個說法 很近的... 你要現在... 很近 很遠 遠到百貨 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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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是什麼 小飛百貨 OK 小飛都在出場 五位... 那是百貨商場 隨便講 隨便你腦袋有的 第三個... 第三個念 什麼一定 日本是 二... 那個... 39... 這太難了吧 39元那個算嗎 那叫百貨商店啊 百貨商店 百貨商店 時間到了 好難耶 第三個叫什麼 速度點 第三個 一大 一大 就是一大 一大 一條嗎 也是有可能念到一碟百貨 對啊 第二個是什麼 環球跟住衝 不用打耶 什麼 等一下答案 不要亮那麼快喔 好 來 第五個是意思答案 不是... 不是... 第五個很貴 很貴 很貴 可是在這種題目 出的算是滿到位 因為它不是寫那種 像什麼星光三月那種 你看就開得出來 對... 90秒裡面你們答對兩題 但是他們一這樣 也會面臨這個問題 對 來 你們先退 加油 你不懂嗎 不要聽 你們安排一下 我覺得這組應該會比較聰明吧 等一下 小賴放第三棒喔 第三棒是再辦的 可以提示不能講出名字 到底什麼類型的呢 大概差不多這樣 90秒 預備 很緊張喔 請出題 請說出一下 過了... 好 我跟你講 第一個我知道 因為是我們全聯藝人嘛 第一個是猛假雞排 對 你知道嗎 不能講 你要猜第三個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好像是一個喝的 第四個我知道 這關牛奶大王嗎 錯 你提示我什麼 有時候你的那個 好 你不要好好講話 好 第三個好像是一個日本的 不是... 不是嗎 那個... 太難了啦 第四個... 第的相反是什麼 甜 然後第二個是不是 壞的相反 好 天好運 你好運 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是美人美 錯 還是賣外燈 第二個就是走 賣外燈嗎 完全是美 錯 不是 什麼 沒有錯 二是走 很接近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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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什麼 你做那首歌 你把它自調換一下 早安什麼 早安美食 早安 早安 早安美 早安美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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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人也有問題耶 那敵對的大力 那敵是誰 好快耶 我跟你講 他如果二比二 你們還分十萬 現在二十... 沒錢十萬 沒關係 等一下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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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早安連鎖的 他就跟那個賣外燈 假上寶那種 不是吃上寶嗎 假上寶 假上寶 第三個你們猜什麼 猜一下 木瓜牛 不是 木瓜牛也猜過 不是 對 它跟牛有關 牛的 你們這裡有人知道嗎 完全沒回 沒回 不是牛的好朋友 不是的 來 後退 後退 來 平田莫茶 平田莫茶 小蒙牛 等一下... 小蒙牛 他們說小蒙牛 恭喜 那我待會兒送他一個禮物 好 第五個也是送他 很會吃喔 第三個已經猜出蒙牛 第五個是什麼 第五個 你啥嗎 他算是小店 小店 小店 那表示上面沒吃過 你們也不知道 但我講出來一定吃過 都不知道 怎樣 有吃過 好厲害 三 我沒吃過 五味的小店的滷味 對 它有點像我 蓋幫滷味那種 對... 你夾多少 吃多少 好漂亮喔 兩個同學說 吃過都沒有記Mark 對啊 所以一個宣傳跟廣告 有多重要 對啦 第一回合的 不要動... 不要動 你們就在這位置 現在做第二大道 第二大題 要不要換位子 你要不要換位子 你怎麼... 你不能因為我打個天好運 就知道聰明 聰明啊 他剛剛為什麼講個好很好 應該有犯規的心理 應該有犯規 因為我們不能把那個字講 我跟你們換 我換第二棒 OK 來 第二棒 好 來 請準備 不要再給人家提示 你現在聰明的嘴 來...請出題 請說出一下 好 來 我先講三號 好不好 我先講三號 下馬棒 恭喜答對 四號是田螺 等一下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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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龍... 蝦... 龍... 龍... 有別的... 有別的嗎... 一號是生蠔對不對 你答對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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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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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歡迎要問一個 憲... 憲... 對 一是九孔吧 不是 老闆 聽我講... 一... 你這個它好...好鹹喔 好鹹 相反的... 鹹... 不是... 那個... 機會生什麼... 對 然後第二個是 今天炒一個什麼好好吃喔 一個字而已 你還帶你來西班牙嗎 不是 我就... 我說第一名是不是 對... 第二個是不是 我們今天點... 老闆我們要喝酒 幫我點幾個 小菜 對 然後小... 蛋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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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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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 下個... 出... 我跟你講...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龍... 等一下... 龍... 龍的香板... 你不能說香板 不是說... 慶祝可以見一個 什麼龍... 對啊 香板 你看 鞋子...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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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你就去舞蹈 你就去參加什麼武力全開就好了 龍的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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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龍蝦 最後一下是 他那個... 他已經猜出來了喔 老闆講炒飯 蛋炒飯 一號是蛋炒飯 你有看過這種蛋炒飯 我發... 不是 五號... 五號不是西獅舌 就是那個血憨啊 不是 那個... 那個日本料理很容易 對... 上米食材覺得很厲害 不錯啊 試題啊 很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 好糟糕 好糟糕 你看人家馬力歐怎麼救隊友 基本上都是馬哥在打球 對... 所以你們知道要提示啊 對 馬哥來啊 對... 你也是剛剛要提示 對 五個都知道 盡量閉嘴喔 不要給人家提示喔 閉嘴... 第二題喔 現在馬力歐已經有二十萬了 你們要搶這二十萬 加油... 請出題 請說出來 名稱 我知道 我知道東西啦 好 我先猜 第一個你知道對不對 我知道第五個 第五個你知道 怎麼會知道第五個啊 來 第二個 等一下 錯 第五個 第二個是什麼啊 不然有... 你可以講你換的東西 你先講你換的東西 你先講你換的 天鳥 不是 那個... 第一個你先講 兩個字的 有一個團體 第一個 第一個 什麼猛 對... 然後我知道第五個是 那個 不是... 你是... 你是什麼啦 我是第五個 你講別的啦 沒有 第五個我要去得分啊 那個什麼假... 不是... 那個什麼 兩個叫... 那是什麼 你提示 你不是知道 第五個是那個 你... 他幾個字啊 我在想要怎麼提示 三個字... 打的另外一個說法 打得中 我們要進去門要先... 要先怎樣 撞 比較有禮貌 問好 問 敲 敲什麼 是那個嗎 對 他練的 敲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撞 敲什麼撞 敲... 什麼 你很認真 敲心頭 對 我來講第五個什麼 你講第五個什麼 答對 對 可是你過不了第二個 你就沒辦法 第四名應該是 對 影子蟲 你這種你在戶外有小心 因為你一打都會噴滋 那個屁股脆爛 屍體會讓你皮膚脆爛 你要記清楚啊 對 脆爛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是 春巷 春巷也很... 對啊 也是會不會... 現在那個是春巷 聽說唱... 荔枝是春巷好不好 新聞唱歌 在那個南部比較多 會在衣服上一粒一粒的 對 纏短一粒一粒的 那個也是讓你皮膚爛掉 對 那個也要想過 第二個是什麼呢 大家猜得到嗎 你看到屁股啊 蘋果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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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它太亮了啦 你看到蘋果蟲 就是晚上啊 它太亮了 白天的 我就不認識它 那我們要不要把棚裡的燈關掉 你就算他會不會 OK的 真的很難耶 OK的 好好 是晚上有亮屁股 他就知道是一會兒 沒關係 你們現在有40萬是A組確定了 那現在第三題呢 我們就不要換位子 你們先來 來啊 來啊 簡單一點啦 要不要換棒嗎 你來第一棒 沒有... 沒有... 對啊 來 預備 請出題 請說出題 是名字 老街 我答一個最難的 第一個應該是大西的 好厲害 好厲害 我跟女孩會什麼啦 第二個你一定會 我跟你講 宮崎俊有去 第五個應該是三峽老街 對 第二個... 第二個有數字的啦 有數字的啦 有數字的啦 三峽老街 不是啦 你八大 八大 八是什麼 九 九份 九份老街 對 台南的慕如蕭 你要講耶 等他 不能講... 還好他講錯 第四個 你建築就不行 三個入港 第三個 紅島港 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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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奇蹟 奇蹟 剛剛有... 你趕快提示我 趕快提示我 魯志祥那邊的啦 魯志祥那邊的啦 西龍啊 不是喔 不是 靠海的嗎 靠海的嗎 靠海的 沒有... 沒有第二個字是 海的相反 海上 三 三 三峽 不是 有顏色... 厲害 那是什麼 是金森嗎 淡水嗎 淡水 淡水 淡水長這樣嗎 四分算滿高的啦 十分很高啦 四分很高 我們還說更高啦 對... 換組... 李咖 有嗎 講那個 太好了 你會講到髒話 對啊 台南摸 剛剛誰說台南摸乳巷 我啊 我以為是台南摸乳巷 還好他講錯啊 他如果是講到什麼鹿港 那就犯規啦 對 來 預備 請出題 我先講1好了好不好 好 1 滑溪接 我跟你講 5號是不是也是 有一條路 7之後 數字 阿拉伯數字 7之後怎麼 8 然後那個女孩子 很有品 喂 品德 對 八德 八德 三 上面很大 上面有什麼夜市 童謊 錯 有嗎 我們今天 很有名的面在那裡 可以拜月老 第一個字 我們今天要好好喝個酒 什麼 TALK TALK 叫什麼天 聊天 對... 遼明夜市 錯 不是 寧夏 對 不是嗎 是啊 你今天太變了 遼明在那個耶 好 是那邊的 復興北那邊 然後底下 第二次 那是樂華夜市 沒有 沒有 可能四號 可能四號是那個 你剛剛講那個四號 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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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賣營養三明治 那個夜市啊 四號是通話 錯 二號 你說二號 二號 在營養三明治肉蛋 北部 然後坐船有個什麼港 對 營養三明治 西龍 對 二號 對 然後 三號 幾號 來 幾號 四零 三 五號是饒和啊 五號是饒和啊 四零 四零三明治 他沒有 他講對 他已經直接到他 沒有 因為差了啦 四零就算對 也是三分 三號是 四零 四號呢 五號是饒和 對 剛剛講得沒錯啊 就是在那邊 八德路啊 哪有八德月 沒有八德月之二 你還是去參加武力全開 好 好難喔 沒有八德月之二 好 四分對兩分 所以你們獲得二十萬 二十萬 沒有 四十萬 最後七月運作出 A組是瑪莉歐這一組 進行A組四十萬 獎金挑戰賽 我又來第一棒 A組四十萬 都現在 還有小賴也拿過 小賴還第一名 第一名 所以這一組 四十萬 太強了 所以A B都是你們 對 好 來 第一題 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一 竹片 二 錦駁 三 銅片 請出題 中國古人也會彼此遞名片 請問最早的名片 是用什麼做的呢 計時開始 應該最不可能是銅片 對不對 銅片不可能 銅片可以去掉 太貴了 要嘛是錦駁 要嘛是竹片 我覺得是錦駁 為什麼你會覺得是錦駁 因為要有行情的人 他們才會用錦駁 可是錦駁會不會太女生 他遞名片誰 沒有那麼多要錢 可以用錦駁 因為中國古人遞名片 應該都是男生要遞 男生拿錦駁會不會太娘了 沒有 錦駁它才是一個 地位象徵 他們那個以前的如意 都是用錦駁 他們那個繩子去綁 可是錦駁要什麼卡 用毛病寫的 我那個卡的 我是選竹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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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片還是竹片啦 不要剪 A組選擇竹片 B組插畫組請講 兩萬就好 兩萬就好 什麼 答案是什麼 竹片 竹片 沒有 因為我們覺得不可能 那麼多有錢人 可是還是很多人需要地名片 對啊 是最簡單的 竹片重要 最普片的 最普片的 兩萬塊喔 竹本也是竹剪 請 竹片 5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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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不好意思 現在是二十二萬了 交換名片從漢朝就有了 當時貴族斯大夫呢 是以竹剪或木剪作為名片 漢朝時的名片有兩種 一種是頁 另外一種是次 頁包括了訪客稱位 姓名 主人家稱位等等 用字會隨主客的備份而不同 而次則是像現代的名片 只要在竹剪中央寫下的基本資料 只要材料不一樣而已 頁好像比較有內容 比較像我專程寫給你 介紹我自己 像是履歷的東西 對不對 也叫頁見嘛 來 接下來進行第二題 你們二十二萬了 第二題請出三個答案請 請出題 當天容易有靜電產生 請問容易被靜電電到的人 通常代表身體怎麼了呢 計時開始 太孤單應該是先去掉吧 太孤單應該不會 反正太孤單先去掉 太胖了就代表你水分太多 因為一般靜電就是太乾 對 應該是太乾 所以太胖的人是不是通常 應該水很多 因為他們很容易流汗 對 太累了 吸脫 吸脫的感覺 所以應該是太累 因為很累的時候 我們臉會上不了妝 不遲到 沒錯 因為缺水 所以應該就是太累了 對不對 沒有 麻煩你不要亂講話 對 應該是太累了 如果我選 我可能會選到太胖 可是是 太胖 太胖 太累 太累了 應該不是太累了 什麼這樣聽到有太累 3 2 1 我選擇太累了 彼組唱話組請講 依我們的剛剛討論邏輯思考 也是太累了 對 因為太胖很油嘛 基本上不會被電動 通常就是一個 因為太孤單有辦法 乾 乾的地方 但算那個是外表 不太會剪刀 對 那個是心裡面的乾不一樣 太累是表皮上面 所以你選擇什麼 可以 多少錢 你二十 三萬 三萬 太累了 三萬千 太累了 胖我們很好聽 3 2 1 1 謝謝 律師表示 當身體過度疲勞 好 長期缺氧 體內的正電核過多 只要稍微碰觸金屬 正電核就會被吸走 就是容易產生靜電的反應 當身體產生靜電反應時 可先到戶外用手摸一下地面 再回來碰觸其他的物品 減緩靜電的反應 你們有二十五萬了 第三題 請出三個答應一下 一 咖啡香氣刺激創作 二 優美音樂放鬆心情 三 適當噪音刺激思考 請出題 根據國外研究 咖啡廳比辦公室更能夠提升工作效率 請問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 計時開始 我先講我自己的感想好了 我個人非常喜歡開電視 念書的時候開電視 然後呢 就是因為我聽到那個噪音的時候 我反而會比較近 我反而會比較容易背東西 是我個人的那個習慣 有道理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聲音的時候 會比完全在圖書館的時候 我背東西背得更快 沒錯 我啦 因為我第二個是先三角的 因為我第二個哪裡 妳會跟著哼 因為哪裡放音樂就會想要唱 對 因為像小樂就會熱舞 沒有可能會熱舞 沒有會認真感受 我覺得適當噪音 我覺得 寶貝應該是拿來騙人 誤導我們 連咖啡家裡也可以吧 應該就是這樣 請 適當的噪音刺激思考 來 插花組請講 插一下啊 對不對 25萬 不是啊 辦公室也可以有咖啡香氣 對 對 所以根本就刪掉了 放鬆心情 如果你今天放的是 張文綺的音樂的話 那我根本就沒辦法刪掉 完全沒有效率 對 所以我也覺得是 適當的小小的噪音 有些人在講話 你反正 有時候真的是看電視看一看 就會 好近喔 那就睡著了 對 然後媽媽跑過來 關電視的時候 妳就會突然起來說 幹嘛關我電視 我在聽啊 不道理 25萬差多少 差兩萬 兩萬 兩萬來撿 請撿 適當的噪音 自己思考 2 1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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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媒體分析的都很有他的邏輯性 對啊 完了 消費者研究期刊報導 發現適當的噪音能刺激大腦思考 讓人更有創意 同時又不至於令人無法專注 此外 教授也表示 咖啡廳裡的客人攀談就像白噪音 不會干擾工作人的專注力 與思維 反而辦公室同事聊八卦 談案子等多多少少 與切身有關的 你會讓人分心 這樣反而會影響工作的效率 了解 來 接下來第四題 你們27萬喔 第一名 第二名的都在榜上喔 所以他們兩個邏輯性是有的 加上今天瑪莉歐反而沒講 瑪莉歐的羅列 前面那個佩麗都是他 他後面都很安定啊 每次他帶的那一組都在那邊跳啊 對 我跟你說這個東西 這絕對就是這... 結果出來答案對不對 對不對 今天你可以放心 交給他第一名 第二名 對... 第四題囉 請出這三個答案選項 一 打瘦心屁股 二 放屁給瘦心聞 三 拉瘦心的耳垂 好 這有根據的啦 那就你比較好... 好追尋... 對 如果是這個歷史題就靠猜了 來 請出題 每個國家的人生日有各種習俗 來祝賀壽心 請問義大利人會用什麼方式 為壽心祝賀呢 計時開始 我覺得二先淘汰耶 對 我也覺得放屁 因為放屁平常就很容易放了 所以就變得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如果當下大家都要一起放的話 哪來這麼多屁啊 所以我覺得 耳垂或是屁股 對 我覺得可能是打屁股 我也覺得是打屁股 因為小孩子剛出生的時候 就是要打屁股 那他... 對 他很邏輯 而且像你們男生 是不是互相打招呼 就是很喜歡互相打招呼 我們就打前面 我們會打前面 對 對 我覺得耳垂好像太一般了 不會有什麼開心的感覺 對 這樣比較像全 我選屁股 屁股 打屁股 真的 可是... 為什麼要覺得耳垂 發了我們自己的 不要剪 插話給你們講 插一下嗎 插一下 插一下 我跟你講 我們是有三去法的 第一個 打屁股 其實就是我們家的傳統就是 一般都會打屁股 是台灣 對 歐洲那麼遠 不太可能是這個 拉耳垂其實也是中國的習俗 因為耳垂是長壽 你越拉越長就好像是壽性 你要讓它更長壽 所以我也覺得跟義大利無關 可是義大利人應該很無聊的 就是放屁 放屁野獸新聞 真的假的 你們兩個旁邊都不同意 你們兩個人 你們兩個人 對 所以我剛剛講說你要插 你就插少少的就好了 對 所以我插一萬 對... 好 一萬是不能改 放屁野獸新聞 這題應該是拉耳垂的 應該是 這很像的 有一年除夕夜 我們錄影好像各國風俗 我就有被拉過耳垂 真的假的 但是它是過年啊 對 祝賀 柯瑞卡我覺得這個是限制 我也覺得我一下 我要下去了 但最沒有一面的應該是打屁 對 好 請檢 檢檢 打獸金屁股 3 2 1 義大利人生物有個最多情書 那就是用拉耳垂的慶生 尤其當主角是小孩子時候 長輩會負責拉耳垂 沒滿意睡著拉一下 雖然聽起來有些痛啊 但是這祝福主角健康 長壽 畢竟人的成長過程 所以的確會逐漸拉下來 真的是長壽 接下來是小賴 小賴 小賴 你看每個人領域都不同 對 這題我答我就是知道 你就知道 因為你有這個主題 來 接下來是第四題 還是停留第四題 剛剛是雙殺了 第四題請出示 三個答案請下 一 火鍋 二 牛奶製品 三 鞍唇蛋 來 請出題 請問下列哪一項料理 是清朝貴族 過年過節時最熱愛的食物 被視為奢侈品 平常還不能吃呢 計時開始 平常不能吃 清朝貴 因為我覺得牛奶會不會是平 就牛奶就比較長的 容易得到 所以牛奶應該先淘汰 我反而會頭上鞍唇蛋 為什麼是鞍唇蛋 因為講的鞍唇蛋 就是一種品種類的 所以那種品種應該是 可是問題就出在 中國人以農曆國 他們牛是神聖的 要喝到牛奶 那一定是 牛奶我反而 對 一定是很爭牛 我覺得火鍋可以先去掉 因為火鍋 感覺是那種大雜 會大雜 是窮人家的東西 不是鞍唇蛋就是牛奶製品 現在是我覺得 我猜牛奶 我猜牛奶 七 六 我猜 我猜牛奶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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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火鍋 就是火鍋 滿洲人對火鍋鍾愛 原始於祖先女真人 而女真人喜歡吃火鍋 則受一千多年前 妻丹人的影響 在滿洲尤其是貴族人家 育有喜慶年節都要吃火鍋 好 來 瑪莉歐第三棒 最後一棒 接下來進行第四題 請出三個答案請講 一 補貨中 二 準備要打掃 三 冰箱故障 請出題 電路商店放牛奶的開放冰箱 有時候會拉下透明的簾子 不讓客人拿飲料 請問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計時開始 我把那個簾子拉下來 第一個它代表它的那個冷度 不要太容易流失掉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新聞 電力商店會這個樣子做的時候 通常裡面的東西 都是已經退冰的 已經所以這是冰箱故障 蓋起來的部分的東西 都是不能拿 它已經退冰了 已經不新鮮了 所以為什麼會退冰 就有可能是冰箱 那邊的冰箱故障 所以補貨中因為 補貨不可能 因為通常放飲料 就直接放 所以不會拉臉 也不是準備要打掃 因為他們那次不用打掃 只是掃地而已 所以就是冰箱故障 我覺得應該是冰箱故障 我今天沒有看到新聞 沒有 暫停 讓我記得 4 3 2 1 B組講到半天說是冰箱故障 B組插發主席講 我覺得蘿莉塔講得太有道理了 你不要再擦我 我們決定下台 冰箱故障 你要拿出來 她剛剛說她今天有看到新聞耶 她是一個非常 對 熱衷於看新聞 對啊 其實都心知識的人 就代表她是有 她是有東西 有把握的 蘿莉塔 讓她擦一下啦 我相信她 擦太多了 擦花 她還回答擦太多 1萬 1萬 才差1萬 1萬 你可以 1萬 1萬 你差10萬 什麼啦 這都5萬 為什麼 這個錢我只有回家 2萬啦 2萬 不要 2萬 2萬 他們都隨身說5萬 全身說2萬 你們說5萬喔 那就5萬啦 聽他們的 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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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菁姐 他們說好 冰箱 3 2 1 好棒喔 好棒喔 是蘿莉塔棒 對 超商店員表示 到超商買飲料 如果遇到開放式冰箱 拉下廉紙的情況 通常代表冰箱有狀況 影響飲用保鮮度 所以才將廉紙拉下來 不讓顧客去買 怕顧客喝完了之後 烙塞啊什麼 同時也會將冰箱內的飲料 下架了 這個才是對 對客人的一個保護 對 消費者的保護 這個才對的 好 來 接下來第五題 第五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主人與奴隸 二 老師與學生 三 商家與客人 請出題 一般人常說黎明百姓 請問在古代 黎明跟百姓是什麼關係 紀史開始 黎明百姓 百姓就是一般的死老百姓 就是一般的普通人 對 百姓就是很多人 黎明呢 黎就是應該是早上 黎明的黎是早上的意思 早上的話 那可能就是老師跟學生 早上一開始要上課 或者是商家 問市場呢 我覺得 可是我就覺得 我覺得是商家 對 我覺得有可能是市場商家 商家跟客人 因為主人跟奴隸 就不需要講這麼好聽了吧 主人跟奴隸 因為主人不會 主人跟奴隸 不會跟百姓跟客人 因為他商家跟客人的話 商家跟客人 人比較多 商家跟客人比較多 所以很多人有百姓的客人 你知道嗎 然後商家生意很早 要請 沒有差的話 我們跟客人講 沒有差 我知道沒差 我們只是要討論 你們選商家跟客人 對 這題好像以前我們有出過 真的 你們可以這樣 黎明百姓 好像百姓是奴隸 主人與奴隸 主人與奴隸 因為黎是不是黑色的意思 對 我們好像有出過這個題目 來 請檢 請檢 商家與客人 三 二 一 真的是奴隸 真的是奴隸 不類似的 不是這樣解釋 離族 俘虜和奴隸 但這題不一樣 黎明在古代是 離族 俘虜和奴隸 百姓是主人 黎明是奴隸 那隨著宗族世襲的破壞 土地私有制的出現 百姓的地位逐漸降低了 他們當中有大部分的人 都淪落到一般黎明階級的 所以後來將黎明跟百姓 就統一了 統一稱謂 不然不會把黎明跟百姓 放在一起 OK 接下來B組有三十一萬 請就位 三十一萬的總體 第一題請示範 三個答案請教 一 獅子座 二 水瓶座 三 處女座 請說題 台北市民政局投計 哪個新座的人 最喜歡挑二月十四號 或五月二十號 這種特殊的節日結婚呢 計時開始 來 哪一個 應該是火象的吧 火象 是 你看 每次火象會做 獅子就會寫很重 因為我自己是獅子座的 獅子是火的嗎 可是我覺得 最喜歡挑這種節日 應該是雙魚座吧 對 因為 雙魚座 可是二月十四號 又是水瓶座 可是水瓶座古怪 怪你怪氣的人 怪你怪氣的人 這樣不會去介意這個 對 水瓶座 水瓶座是張文綺講的喔 我也是金牛吧 我金牛啊 所以四座好不好 獅子 獅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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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四 五 名證局公布 星座結婚排行榜名單 發現獅子座 天秘座 天蠍座的新人性格 似乎浪漫 因為連續九年 就選在二月十四號情人節 還有五月二十號這種 我愛你啦 來登記 這三個星座都排行榜前三名 星座專家也說得的確滿符合 這些浪漫星座的個性 浪漫 你是 我是摩羯座 你不在裡面 對啊 我不在裡面 第二題了 小孩的結婚 第二題 請出示三個選項 一 十八到二十九歲 二 三十到六十歲 三 七十歲以上 請出題 情侦署統計 去年整年度死亡車禍肇事者 結果發現肇事者多為幾歲呢 肇事 肇事 肇事是開車撞人的那一個 不對 我覺得年輕比較容易怕 年輕比較容易衝動 可是現在有一個新聞 是七十歲以上的 好像不 就是不能再開車了 不能再開車對不對 對 那是不是因為肇事者 七十歲以上還可以 還可以 你要電線去檢查 但是肇事者是 計程車可以開到七十二歲 多少 對 所以會發生事情的 可是因為你知道嗎 最近太多酒駕 好像都是三十到六十歲 對不對 不是 十一年整年度 好難喔 好難喔 我們選哪一個 紅色好不好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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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到六十歲 選喔 三 二 一 七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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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歲不是都在家嗎 對啊 七十歲不是都搭公車嗎 對啊 不是都在掉 嗶嗶嗶嗶 六五五就有那個 好人卡 為什麼還開車 不是啊 這種年齡開車 當然反應都沒那麼快 可是 對不對 你眼睛的視覺 各方面都退化了 那時候 警政署統計 對於去年整年度 死亡車禍造勢者 發現造勢原因 一九成都是駕駛人的過失 有九成都是駕駛人的過失 其中七十歲以上造勢者 十萬人就有九點三七 快到一萬人 最多 這老人啊 警政署表示 死亡車禍以七十歲以上 發生最多 顯示高齡者造勢率比較高 除了多宣導鼓勵高齡者 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外 重新宣導駕駛觀念也很重要 事實上你 你的反應一定沒有以前好 對 對 因為晚上 比如說閃光或者突然來一下 對 他反應來不及啊 他會以為他很像 因為從以前年輕開到就習慣 所以會錯估自己的能力啊 對啊 你覺得你八十歲也想開車方便嘛 對 可是每個人都想開車方便 可是你能力已經反應不過來 OK 對 好 謝謝 今天大家參與的 新專輯吉利世界 對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因為前面還有我的心 新作品 就是我自己的創作 對 有四首 是 大家聽還滿耐聽的 滿耐聽的 耐聽 對 來 送我們這邊的是 歐姆龍體重體質跡 白夫長來旅行一下 你先不要負責小身心 你們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亮起來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瓜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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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